北美館廣場藝術計畫今年邁入第二年 所講作品從水墨大師陳其寬的繪畫得到靈感 兩位年輕建築師以兩百四十張特殊的紙材 還有藍索 在北美館前打造了一座紙建築 走在裡面像是走迷宮一樣 未來這裡將會成為露天劇場 觀眾和表演者宛如走入水墨世界 變成一幅幅美麗的畫作 原本空曠的北美館前廣場 處理起一座用紙打造的建築 地板上散發山木香味 視線不斷被黑墨浴染的白紙遮倒 吹過的風成了無形的指引目標 這個墨彩的分布是從一個很具象的一個 墨彩的一個分布在暗示山的角度 到一個老城牆 一直到越來越衝向的一個地方 建築師邱玉文和徐偉人 合作設計的作品 未知的職域 靈感來自前輩藝術家 陳其寬的水墨畫 從一個觀賞畫的一個程度 到這個老城牆穿游的一個經驗 到一直到裡面像房間 是自己去自意地去探索這些事情 他們以240張複合紙和藍索 創造出清透的高聳外城 隨著三座高山逐步向內地撿 形成台北盆地意向 藉由這些大片的紙片 引導了很多個不同向度的透視點 那這個透視點的端點 大概都會有一些城市的一個 遺址的一個痕跡 讓大家有點依循可以往前走 一道道的引導拱門與紙牆 觀眾宛如走入一座紙迷宮 在行走的同時也成為作品的一部分 參觀者就很像是一個作者 那在納入這些友誼的景片之間當中 會產生一個我好像進入到 這個畫的這個氛圍 那也許不會像單一以前去看一齣戲 也許就是觀眾是坐在下面的觀眾戲 看一個表演 那你演你的我看我的 網場上的紙建築未來會成為露天劇場 由音樂 戲劇跟舞蹈團隊演出 激發北美館前廣場更多樣的面貌